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军武专辑 这个是响应美国的白人警员 压死了一个美国非裔男子佛洛伊特的George Floyd 现在有很多抗议行动, 很多示威 当然你可以视为暴动的情况, 或是拼权的运动 看你角度如何看 但今天主要不是想说这件事, 主要是想说 Blackout Tuesday 这件事, 其实现在在美国, 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次政府做得不太好, 所以有些音乐界 一些巨头, 其实他们准备提供一些服务 例如音乐串流服务 或者在一些歌词, 或者转黑屏的位置 他们都会免费支援给不同的用家 今次加入的集团也挺多 现在大家看到, 例如是 Sony 華纳, Universal, 环球 有些例如 Spotify, Apple Music, Amazon Music, Amazon Music, Amazon Music YouTube Music都有 YouTube有捐钱, 捐100万美金 另外, Amazon 会暂停社交媒体 这样就6月2日美国时间 这样一天 所以你发觉, 今次这件事也弄得挺大的 当然, 这个我们所谈的 Blackout Tuesday 可能是逆造暗黑星期二 什么都可以 其实都只是一些平民反弹 其中一件事 Business Insider 又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就是明尼苏达那边 那边因为, 其实现在都挺乱 所以就要出动到国民警卫军 去叫做镇压一些暴徒 当中因为, 我和Simon 说 可能是当初真的牵涉到一些人 或者生计真的出来唱歌 所以令到秩序真的会比较混乱 所以你看得出香港的示威者 的质素是完全不同的 胡实进不要再乱说话 香港不是这样的策划 你看到National Guard有报道 他有出了一个Twitter 帖文说 我们是不会派M1A2这些战车 这些战车进入了双子城 我们之前说的 Minneapolis和Sanpolo 不会进入这两个城 听起来挺好的 但很快就删除了这些帖文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 有人说 你之前说 你不派这些战车进入 因为它会破坏道路 即是如果不破坏道路 你就会派进入 那就引起无限的想像空间 大家都明白了 法治国家的人都会想 你没有说那些就做得 不破坏道路 你不派那些会破坏道路的车辆进入 即是破坏道路 不破坏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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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 例如我们说的鱗色战车 就是Hummer 我们之前刚才提到的 罕马车 上面有一个自动炮塔 那些全部都可以使用 大屠杀 真的可以 这些轻型战车都可以 不破坏道路 所以挺恐怖的 这件事实际上 也不说我说 原本想说 我们不会大屠杀 我们不会弃大屠杀 所以大家不要放心 是纯粹维持治安 这些就叫愈滅愈行 真是拿来税 另外,The Drive 有报导 另一个情况 就是在华盛顿DC 即是华盛顿首富 民众抬头望向天 发觉 为什么有那么多直升机 大家看到这些 有UH-60 另一个UH-72 Lakota 你会发觉 这些军用直升机 当然上面没有机枪 不会抬着机枪 对着群众 这些美国也做不到 但是你发觉 现在派这些军机在上空 其实你留意到 民众的拍摄这么近 真的很低空 你看得出 它肯定低于100米 这些飞行的高度 其实就是 你说要做surveillance 即是要做一些偵察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你不想飞到这么低 而且大家都明白 直升机飞到这么低 其实一定一定是危险 例如你附近有些电纜 或者有些建筑 你稍微控制得不好 或者气流 或者側风吹进去 你就会炒 其实挺危险的 所以如果这些情况 炒下来 不能避免 硬食 你知道船翼飞下来 是斩头的 可以帮你瑞士 你这样扫下来 这么多人 其实这个状况 是非常凶险的 所以这件事 我自己觉得 不太好 其实都违反了 联邦法例 一些的情况 就是你不能这样 出动到军机 这样去平民的区域 这样的情况 出动 所以这是相当不好的 这个当然是特朗普做得出的 这些傻瓜 你换成以前的总统 肯定不会这么做 所以这也是一个行为 大家看到 政府现在正在做一些非常手段 但当然 今次幸运 没有什么事 但如果有什么事 例如说 有一架飞机 真的不过意跌下来 这些人就必顶了 有什么死伤 你认为特朗普怎么抹飞 整件事是负责不了的 无论是军部的人 无论是开机 军部里面的军头 国防部 甚至说特朗普 全部都是那次机构 究竟你到时要怎样 你都没有说孙总统 你怎么收科 所以这些我们是觉得很不智 但是 可能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之前特朗普 你也不想着草 就是要进入这个奔卡 就是试过 那些人想进攻白攻 当然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 政治智慧的形式处理 好 那我们这个 军武专辑 一个快闪 就来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 一些均真和认真的分析 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like我们的Facebook share 留言 甚至是可以赞助我们的频道 我们有个Patreon会员频道 每个月大概一杯Starbucks的价钱 每个5元美金的价钱 就可以资助到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广东话军事频道的营运 非常不容易 那大家就支持广东话 支持香港好吗 那我们在其他节目再见 拜拜